看古迹讲故事 您好,我是昆仑刘石 关于清代内务府的话题 在咱们的小片里啊 已经出现过不少次了 您瞧啊 咱们讲这个皇帝 与这个后妃关系的时候 得讲内务府 讲太监,无良府那集 也讲了内务府 讲到清代内臣,腐败贪墓 以及讲到皇上的时候啊 咱们还讲了内务府 因为这内务府啊 可讲的话题实在是太多了 您瞧了没有 今儿咱们还得讲内务府 今天咱们讲的和前边讲的 多少有区别了 今天咱们主要讲的 是内务府当中的上三旗 在上文书啊 咱们主要讲的是外八旗 听了上文书的好朋友都知道 这外八旗啊 是分阶级跟档次的 它分上三旗和下五旗 不一样的地儿呢 就是上三旗的旗主啊 就是皇帝本人 下五旗呢 是由各旗主管王公来做旗主 当然了 这种情况啊 到了雍正以后 也就黑不提白不提了 为什么呢 因为到了雍正以后 随着皇群的稳固 皇帝啊 逐渐就把所有的旗物权力 全集中到自己的手中 那些原来的旗主呢 也就被架空了 所以说呀 这外八旗就算拉平了 不分高低了 即便在雍正朝之前 有这个上三旗和下五旗之分 这旗中的正身旗人啊 也没有什么区别 绝对不会因为我是一个整白旗的汉军 您呢 是一个相皇旗的满洲 您的地位啊 就比我高 这种地位啊 在正身旗人当中是绝对平等的 区别呢 主要就在于旗主 因为这个王爷 你再横 你横不过皇上去 好去 你这块云才再大 你也遮不住整片天不是 在各旗当中啊 身份地位 有大区别的是什么人啊 其实啊 是奴才 哎 就是褒依 咱们还得重点说一下褒依一词 咱们现在说汉语 讲慢了 就是褒依 写在纸上的也是褒依 其实满洲话拼写呀 叫褒依 很多好朋友认为 这褒依就是奴隶的意思 其实啊 无论是从真正的含义上讲 或者是字面意思 都不对 满洲话当中 这个包的意思 其实啊 和咱们熟知的蒙古包的包 是一样的 都是家的意思 如果说把这个满洲名词 硬翻译成汉语的话 依呢 就是得人的意思 那这包依呢 自然就成了家的人 您就可以理解成我们家的人 那谁们家的人啊 当然是其主他们家人了 还有一个词啊 叫包依啊哈 这一个词啊 就有点我们家里用人的意思 满洲话啊哈 可是奴隶的意思 不过呀 这啊哈一词不常用 您比如说我知道的 早期满洲 女真人给这个朝鲜人写信 上边就说呀 归还我淘旗 啊哈 这里边呢 他口气强硬 用的肯定就是奴隶的意思 不过自入关以后 啊哈这个词啊 多数会出现在这种情况下 哎 我给您打个比方啊 您看啊 在刘宝瑞先生的君臣道里边 就有这么一句 阿哈和珅 由本起奏 哎 这满洲的大臣啊 他自称阿哈 也就是自己称呼自己为奴隶 其实是奴隶吗 不是 从历数意义上也不是 如果在清初啊 这和珅 他们家整红旗啊 你应该找你的 旗主王爷那自称奴才去 可是他为什么 在皇上面前 这么称呼自己呢 透着亲呢 包鸭啊哈呀 我是您家里边贴心的人 所以说说到这儿呢 我们就得认清楚 这包衣啊 他和这个罗马时期的苦力奴隶 还有这个美洲种植园里边的奴隶啊 是不一样的 和咱们中原汉人啊 所说的那种弃奴也不一样 什么叫弃奴啊 就是有弃约的奴隶 这种弃奴是什么情况呀 在这儿不用我多说 您啊 读过《红楼梦》的都知道 那个里边的丫头小子呀 都属于是弃奴 那么满洲人这种包衣啊哈 应该属于什么呢 那句话对 咱们都熟知的奴才一词啊 完全就是对包衣啊哈 最好的翻译 把包衣翻译成奴才 我觉得是再合适不过了 至于为什么呀 您接着听 听完了咱们今儿这段书啊 您就能明白了 上三期和下五期当中啊 区别最大的人 那就应该是这奴才了 下五期当中的包衣叫王包衣 他们直接听命于旗主王爷 也就是后来的各旗王宫 平时的生活来源 都是由这些旗下王宫提供 从事的工作不同 得到相应的报酬 上三期可就不一样了 那都是皇上家的奴才 干的事啊都是替皇上干 自己认为啊那就是公园了 这清朝啊虽然有铁帽子王 但是这王爷日子的好坏呀 完全取决于皇上对你的态度 这旗主啊 也有可能招皇上不带劲 这日子一样不好过 主子都不好过了 你这奴才能好过吗 这上三期的包衣啊就不一样了 他不但背靠着皇帝这一棵大树 而且啊他有严密的组织机构 他有一个完整的组织 保证他的劳动所得 这个组织是什么呀 哎您瞧哎 您都学会抢答了 这就是内务府 早在努尔哈赤时期 其实这努尔哈赤就把旗下的包衣啊 统统编进了牛路 当然了 这些个牛路啊 他都是独立的 他和这个正身其人的牛路啊 不碍着 要是不好理解呀 我这么给您解释 在八旗共治时期 打完仗回来 所得收获 八旗共分 财务分到旗下之后啊 这旗主 再给自己的旗下属人分 不过这次分配啊 没有这些包衣牛路的 等到全完了事以后啊 旗主拿出自己那份来 再给自己的旗下包一分 所以说 这些包衣旗里的奴才们 吃一口花一分 都得感恩戴德自己的主子 对于下午旗的旗人 他们还有一项特权 就是他们不参加 每三年一次 月选秀女活动 也不参加 每一年一次的月选宫女活动 为什么呀 因为这些包衣啊 他们都属于 各自所属王公的私产 接下来呀 咱们就得说说 这上三旗的包衣了 他们呀 可都是这皇上家的私产 到了顺治朝入关以后 为了更好的管理皇家事务 就由这个上三旗 皇上家的奴才们 和前名留下庞大的太监机构 组合成了内务府 当然了 这内务府他管的事多 其中啊 也管着两种人 第一种啊 就是四人 就是太监呀 这四啊是寺庙的四 再有一种呢 就是上三旗的包衣 也就是皇上家的奴才呀 要说处理这皇上家的内庭事务 那皇上直接延续明代的太监制度 不就完了吗 为什么还要费尽巴拉的 成为一个内务府呢 首先说呀 不能用这个明代的太监制度 有名一代的太监呀 这名声实在是太臭了 所以说呀 必须把这个臭窝子改革 其次呢 这皇上家建立内府啊 他是为了区别于外庭 那什么是外庭啊 这外庭啊 就是朝廷啊 您去这北京 到紫禁城之后啊 您看那个前三殿 那就是外庭 这外庭啊 商量的都是国家的事 如果非要细化呢 也就是说呀 全关乎于大清国的民生 这内庭就不一样了 所管理处理的呀 全是皇上家自个儿的事 这皇上的意思啊 是让天下人都看看 你们看啊 俺们这帮爱心角落吧 虽然都是皇家 但是啊 俺们不占朝廷的便宜 俺们有自个儿的生存指导 对了 从表面上看啊 这皇上家有自个儿来钱的稻子 您比如说吧 这皇上家有自个儿的金矿 有自个儿的银矿 还有啊 这个关外的身戎 刁皮生意 他们还有啊 自个儿的林场 牧场 以及那南方的买卖 什么买卖呀 将您制造 两怀岩韵呢 实际上您听听这些个买卖啊 哪个不是国家的 但是呢 皇上非要这么说 你也没办法 这些皇庄皇家牧场 暂且不说 他们呀 还控制着很多方面的税收 崇文门进内城的税收 就由内务府控制 不但如此 内务府还控制着 江陵 也就是南京啊 和山海关的关税 这些个收税 衙门上的官 全由内务府的奴才们担任 所以从这儿啊 您就可以听出来 这内务府的褒义呀 说是奴才 可是这奴归奴 财归财 他们所把持的这些肥圈啊 是普通官员不能染指的 咱们呀 还得拿曹业琴举例子 为什么呀 因为打小看《红楼梦》 我跟他熟 跟别人不熟不是 您看这个曹业琴他们家 也就是曹银他们家 都以为这个曹银的家庭啊 是清代的大官宦 实际上这曹银 正正经经是内务府的奴才出身 曹业琴 内务府整白齐人 他是第五参领 第三旗鼓左领下人 所以说这曹业琴呢 他既不是汉人 也不是八旗汉君 他是内务府汉姓人 您听明白了吗 您没听明白 为什么呀 我还没跟您解释呢 不是 您肯定就会问了 咱们讲这么多天 也没听说过旗鼓左领这个词啊 这是内务府当中啊 特有的一个名词 入关以后 成立了内务府 成立内府之后啊 就得对这些内务府的旗人合缘 就把这些个内三旗啊 编成了九个左领 十二个旗鼓左领 一个高丽左领 来了 这旗鼓左领是什么呀 这旗鼓左领啊 就是汉人左领 也就是说 在内务府当中啊 有十二个汉人的左领 从这儿啊 您就能知道了 说这个人啊 他们家祖上是内务府旗鼓左领下人 那那那他们家 就是这个内务府的汉人奴司出身 除了这些 内三旗的家中女儿 也不用三年一选秀 可是这内务府旗人的女儿 要参加每年一次的选宫女儿活动 也是啊 选上做宫女儿 选不上回家嫁人去 并且呀 做宫女儿的 做到二十五岁 还能领赏回家 自主婚配 其中还有一件事啊 咱们在这提一嘴 咱们讲到八旗兵的时候 再细聊 那就是什么呀 那就是这内三旗的旗人 和外八旗 披甲当差制度的不同 这内三旗的披甲呢 首先呢 就是保卫宫廷 其次呢 就是皇帝身边的随从和护卫 那这外八旗就不一样了 首先呀 直省住房 再有呢 这个出征打仗 都得靠他们 在这内务府当中啊 和其他八旗比起来 还有两个不同的名词 第一个名词啊 就是在清初努尔哈士时期 当时上三旗 所有的包一左岭啊 他的上级并不是甲拉 也就是说呀 他并不是参陵 这个官职啊 后来大家都挺熟悉 在这个清宫剧当中啊 经常能听到 什么呀 就是大总管 这满语呢 叫包一阳帮 这回您再看清代的宫情剧啊 您就能知道了 这宫里的大总管啊 不是啥都管的意思 那可是内务府一级的行政组织 在内务府当中 还有一个官职啊 也挺有意思 满语呢 叫做混托河 有人说这混托河呀 是半个的意思 比如说别的牛路 管二百丁 这混托河呢 就管一百丁 其实啊 这样解释啊 就太字面了 这混托河呀 被翻译成管领 这管领下人啊 可都是真正的奴隶了 全是一些犯过错的人 您要是还不知道啊 我就再给您王希勒说说 这就是内务府下 新者库 也就是说 在这管领下的人啊 都是清代奴才里边的真正奴隶 您比如说 这个雍正朝 被雍正改了名字的 廉亲王印四 就是那个老八 八贤王 他的妈妈 就是新者库出身 在康熙年的时候 这老八惹得皇上不高兴 康熙骂起这个儿子来啊 那是真够狠的 语言何其恶毒 他就说过呀 这老八是新者库 贱妇所生 所以说内务府管领下人出身 也就是新者库出身 即便能进宫当了妃子 受到皇帝的宠爱 那也是清代奇人当中 身份地位最低档的一种人 您看啊 这内三奇当中啊 不光有蛮猛汉 刚才咱们提到啊 还有这个朝鲜左领 后来呢 还编有俄罗斯左领 回子左领 藩子左领 嘉庆年打安南的时候啊 还有安南左领 这回子左领啊 说的可不是回民 说的是啊 维吾尔人 藩子左领呢 说的是藏人 这个安南人啊 当然大伙都知道 那就是这个越南人 关于这些人啊 今天咱们不细说 为什么呀 因为这些兵都属于是 八旗军队建制之下 明天啊 咱们就要讲 这个八旗建制了 所以说精彩回幕就在明天 明天开始啊 咱们就要讲那支 由胜至衰的 八旗禁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